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闪不闭 原来他们等的就是我的攻击 这三头秦军以皇的智力 应比一紧人类 来自三个方向的拉力 好疼 蓝元皇的前置是相护的 他们竟然要和我比利劲 不如 海岸左臂 魂骨技能 重力泥沼 果然如此 重力泥沼可以瞬间强化重力 将它直接施加在海参三叉戟之上 海参三叉戟的十万八千斤 便能瞬间强化为一百零八万斤 远超过这三支千军以皇的合力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大地都在颤抖 大地都在颤抖 大地都在颈抖 大地都在颈抖 这只能强调 啊 第四魂技 蓝银突刺阵 这千军以光的力量 好似人人不断 吸魔索费魂骨技能 骨精 碎牙斩 好狡猾 原来巨石不过是掩护 真正的杀招在这里 不愧是达到神级的八珠魂骨 不仅强化了防御能力 还增添了伤害反弹的效果 正好 让你们试试我的八珠魂骨 既然如此 吞噬尽丝 吞噬尽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快的吸收 吞噬尽丝带来的能量 没有丝毫的减损 若是将它与我的蓝银领域中级技能 海纳百川配合 就可以掩护 更多一份是新的能量 并加以转换 这吞噬尽丝和八珠魂骨 本就来自于人命魔珠的外赴魂骨 正是昆虫类浑兽的天地 这三支千军一王倒也不俗 他们的力量和修为 足以成为耗给他们的温馆了 同时出现三个温馆 不行 我无法做到 从三魂中取其一吸收 殿下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同时放弃三个温馆 再去寻找其他适配 耗天职的温兽 要么同时吸收三个温馆 同时吸收三个温馆 风险太大 整个温事情都会有限量 但若放弃 又要花大量的时间 再去寻找五万亿以上 修为的回首 但这三支力量性的千军一王 是昊云锤最佳的选择 来吧 小三 你认为五魂是什么 老师 我觉得五魂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或者说 是另一种形态存在的自身吧 哦 我总感觉 我和我的五魂 关系非常亲密 就像 就像 就像双生子一样 对 以你这个年纪 能够想到这些 实在令我吃惊 更准确地说 我们的本体与五魂 就是双生子 以本体为主导 修炼五魂 让它与我们的本体 共同成长 玄天公 老师 如果五魂是我们本体的双生子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思考 五魂却没有思考的能力呢 正相反 五魂也有着自己的灵魂 只是我们感觉不到 当有一天 你明白你这位双生子的本心 用你的行动向他证明自己 才能得到他的认可 成为他真正的兄弟 老师 那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向我的五魂证明我自己呢 小三 我无法为你带来答案 世间的任何一位强者 都无法为你带来答案 每个人的五魂 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 只能靠自己去探索 可何况 魂师之路道足且长 轻易抵达山边 不会失去攀登下一座高山的人 小三 你的目标不该只停留在半山腰